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次就完全独立操作 原来叫登山科考 现在叫科考登山 现在发动机打不着 不是 现在就等他呢 它就是晚了四五天 尽快地完成这个充气 没有一个明确的期限 就会越来越焦虑 连旅行事都降不下来 改道了 不行 再改道 整个踏下去 真漂亮 赶了一辈子冰川 接着再往下赶 我相信这些成果 最后一定能为我们的国家 也为人类做出科学的固件